好 嗨 各位观众 欢迎回来 那么已经来到了一个预测环节 首先我们请统计师 Will说一下我们统计预测 有很多朋友参与了 虽然大家没有什么奖品什么 但是大家非常都喜欢找马来起 好像我看微信里面 投杰老师的票非常多 原来投我的蛮多的 但是因为我是死空头的观点 在最近从2月中以来就不吃香了 所以投Kingsley的也多了 Till Will也多了 投我的也少了 来综合跟大家统计一下 自这个节目推出预测指数 这个环节以来 谁是No.1 谁是No.2 谁是No.3 谁是No.4 一共有5位 在目前的大盘预测方面 J老师可以说是毫无争议的 这周又赢了 而且是整个零跑我们分析师组 是一个人就预测了10次 已经是正式上双了 10次 双位数 对 两位数了 然后第二个 亚军是谁 才是我 然后只有5次 只有J老师第一半 OK 那你好像参加的次数就没谈多了 还是元老级 不过也差不了太多 还是J老师这样一个神准的功力 还是 第三位还是孙老师 孙老师是4次 OK 然后紧随其后是 门女配是Kingsley 然后是三次 然后再下来是 老大惭愧 两次 两次 我还有8次的机会 要连续预测8周 才可能夺回冠军的宝地 来我们来进入这个环节 今天由我来先发话 我今天霸王硬上空 下周我看涨目标2100 然后选的个股是NUGT 原来我是想选DWTI 但是因为Will一直 谁抢以后有个规则 谁上周用这个股票 他可以下周 可以继续用这个的一个权利 但是NUGT的话 我认为依然可能会出现 低开高走的一个机会 下面我们请场外的 孙老师来说一下 他对下周的指数的预测 以及个股的选股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汤姆孙 在本周呢 美股是继续延续上升的 这样一个趋势 但是呢 我认为本周五的 这样一个非农数据 远好于市场预期 很有可能会给6月份加息 打开了绿灯 对于下周呢 我对标普指数 依然是相对比较谨慎 我的目标是2008点 在个股方面 我依然喜欢石油类的股票 我最喜欢的个股是EMES 谢谢大家 好 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美女开始 来这个做一个 这个逆时针的一个预测吧 开始 我这周的预测点位和个股 都刚好和老大完全相反 That's ok 我呢还是继续保持看空的态度 然后看空的点位是2025点 是一个前期的支撑位 然后看好的股票呢是DUST 也就是三倍看跌黄金矿股 这好像有在逻辑上有点问题 因为如果股市跌的话 这个风险一时会增强 也就会转向我买的NUGT会偏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如果股市 每股下跌的黄金会有上升 如果每股上升黄金下跌 现在这个规律还是在这样的 你怎么会 我认为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就近期来看的话 经常出现的情况 就是在大盘上涨的情况底下 NUGT也是跟着一起上涨 黄金价格也是跟着一起上涨 所以我认为可能 美联储的态度 或者其他各方的一些经济情况 也是成了一个大盘的操盘手 可以说 所以在避险和风险之间 已经并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相反的关系 好像Kingsley在买双保险 就是两边可能中一个 这是我的感觉 来J老师说一下吧 好 那么非常开心 这个沃仁老师看涨 那么 我对下周的点位 我也是继续持有看涨的态度 2075 选择的个股是UWTI 好看 好的 没有悬念的 J老师突然从犹豫不决转向了多头 转向了看多 我其实是 因为刚才 刚才那个 Will跟我说了 他预测点位是20 20多头 2043 2043 他把我的点位抢走了 我心里想算了 那我就直接赶上看多了 OK 来 Will老师说一下 虽然说我把J老师刚才 这个2043 这个看空的点位抢走了 但是这个个股预测可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压力 J老师是要看好UWTI 然后我要看好DWTI 可能因为由原油这周走势的话 可能J老师会觉得在35块8左右会出现一个反弹 然后我是觉得还有继续往下探可能 只是我自己对这个继续下探信心也不是很大 但是总体上我还是觉得他会继续往下走一走 那这样的话我还是会看好DWTI 这样一个状态 好 那么就是刚才说的 我听了大家以后 我就是有个感想 我觉得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reality 现实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强 否则的油价应该直接就往60崩去了 对吧 如果是中国买油 但是油价却在不断的下跌 哪怕PMI数据 哪怕今天美国的数据 今天的美国数据应该造成美元油的上涨 因为就业人数多了 我好像听说Zero Hedge上面也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说现在美国的就业机会里面 Bartender和Waitress的增长的幅度是最大的 是的 就是他提的很明确 制造业的工人的被辞退的数量 或者说消失数量是06年以来最大 但是相反的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被吸收了很多 尤其是在part time方面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但是我听CNBC说 好像manufacture的一个数字是蛮鼓舞人心的 但是你是确认是制造业的整个数字 就是我今天在Zero Hedge上确实看到的有说法是 制造业虽然说是出现了一个复苏的一个视统 就在最近的数据来看 但是它的就业人数是一直呈现出 在今年以来一直呈现出一个 下滑的这样一个趋势 而且10点钟今天出了一个数据 马上就把这个整个股市逆转过来 就是好像ISM指数是吧 还是有一个数据回到50块 50点以上 是PMI指数 两个军事 ISM是一直保持在50 OK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是回光返照 因为中国的数据昨天晚上也是回到了50以上 这是让我眼睛一亮的 那么美国的数据也回到50以上 说明这个经济正在复苏 在配合也人比较温和的各派的美联储的利息政策 全球央行的不断的配合 这个市场可能还是要上涨 但是油价却没有随这么好的数据 就业数据那么好 ISM指数 中国的美国都那么好 但是油价还跌得更猛 从前两天应该从40块钱一路跌到止损36块多了 我觉得是非常让我迷惑的一个市场 我觉得油价目前的话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点 就是可能说有一些人通过技术上的投机操作来对油价进行这样一个控制 先期是做多 然后现在现在就说已经是获利了 那获利我就了结出场 达到了40最高冲到41美元之后 可能觉得获利盘也比较满意了 那么我这时候了结获利出场 那么造成了油价的目前的一次回落 是现在华尔街同行的一些分析师预测 也让我看到迷迷糊糊都不知道听谁的好 因为比较让我值得注意的就是前面JP Morgan的分析师 这个汤利说这个股市还要涨 因为他是一个死多头 他变成这个Abby Joseph Coin以后 经常上CNBC的一个死多头 那么他认为就是说 这个季度的业绩将会非常的好 其他的话像高盛包括JP Morgan的神童 他的预测完全是相反 他说要去做空股指做多油价 结果油价高位回落 股指一直在涨 所以另外像UBS 花旗 摩根 斯丹利 Goldman Sachs 都认为这个股市都是要跌的 劝大家赶快撤出 结果股市还稀里哗啦的涨 所以我就是想跟各位讨论一下 这个华尔街 他们随时买股票的主力 肯定是华尔街这些投行 但是他们的分析师却在不断的做空这个市场 你是说这个阴谋吗还是一个各位谁来发表一下意见 这个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 认为这个庄家好坏 就是要下你们 然后或吃了以后拉股票 杰老师最对庄家最有研究了 呃刚才从这个will的一番话可以看得出 就是说靠这个分析市场的一些基本面 分析一些经济数据 呃跟着这个经济数据呃 所进行操作的话应该是很难适应这个市场的 在这个阶段里头确实非常的对 那我们还是看到技术面吧 那就请这老师在技术面上讲一讲 那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我们每周华尔街这个栏目和这个我们平时中文投资网这个盘后哈都有一个美股富豪的 一个视频的一个栏目 希望大家呢能继续的关注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个节目 好的 同时请大家加我二维码啊 kinsley给了大家准备了一份非常好的礼物 如何像呃就是买房子一样买进股票 然后收租金 这是一个sell cover code的一个pdf 很多朋友在微信上加我 然后希望能够呃就是拿到这份pdf的file 呃kinsley昨天给我了 所以我会及时的通过加微信的方式来送给大家 呃希望大家呢不要太迷惑 其实在这个震荡的不定的股市当中呢 买股票收房租sell cover code是最好的方法 下周再有机会再跟大家讨论 下面呢再来看一个非常精彩的下周经济报告和盈利数据的一个预测 好谢谢 在本周耶伦鸽派言论震动市场之后 下周美股在经济数据方面将会迎来相对清淡的一周 唯一重要的数据是周二的贸易收支 相比起来下周三美国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的三月会议记录更加值得关注 本周二耶伦的发言透露出的美联储鸽派倾向 让人们对于今年加息的怀疑程度大大增加 本次纪要中将会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美联储究竟有多歌可能要看了记录才知道 外围市场方面 周一中国大陆和香港两个市场将因清明节假期而休市 其他除了欧元区零售销售和英国工业产出等零星数据外 周二IMF主席将在德国发表讲话 在全球宽松的货币环境下 债务水平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IMF主席的讲话或许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进入四月份财报季的发布已经进入了尾声 下周没有特别高市值或者重要的公司发布业绩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两支中概股 分别为周三盘前发布业绩的太阳能光伏公司英利 以及周五盘后发布业绩的电商巨美优品 对于前者来说 同行桑Edison股价暴跌已经接近破产边缘 足以说明光伏行业近期有多困难 但是英利的股价目前仍然坚挺 虽然成交不热闹 但还没有被行业的惨淡和桑Edison的暴跌波折道 因此此次的财报对他们来说将非常关键 这也是对着这个中概股是否能继续留在美股市场的一个考验 另外一支就是已经接到私有化邀约 但引起投资者强烈不满的巨美优品 这家在中国一座美妆起家的电商 现在状况并不怎么美丽 虽然去年就表示要私有化退出美国市场 但是今年二月公布的私有化价格仅7美元 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毕竟上市时巨美的IPO价格可是达到了22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另外一支去年表示将私有化的中概股 在上个月底宣布获得股东批准 这块将两周内退出美股 据美本季度的财报 会是这家中概股互联网公司 在美股市场的最后一次财报吗 好那最后呢 祝大家愚人节快乐 同时周末愉快 谢谢